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們的人氣商品就是干貝小籠包 熱呼呼的出爐最好吃 每個小籠包裡面的湯汁都非常的多 一定要趁熱吃 林老師有特別研究過 要用這種裝醬油的小碟子來裝小籠包 夾破給大家看看 你看鮮肉湯汁全部移了出來 裡面的肉餡包著小干貝 翻開來看到紮實混圓的肉餡 肉餡和湯汁搭配著Q彈的小籠包外皮 吃的時候也可以將小碟的鮮肉湯汁一口飲下 記得夾小籠包的時候要輕輕的夾 太粗了一旦夾破 湯汁就會流露出來 所以才給你用小碟吃 不然用湯汁吃 咬開的那一瞬間 鮮肉湯汁一定會溢出來 小籠包的湯汁也是小籠包的靈魂啊 看林老師的這種吃法才是標準的奶行的吃法啦 鮮肉湯汁的濃郁香醇一口飲下 有沒有干貝的味道呢 倒是有一點海的味道 因為豬肉餡美味的濃郁香氣有點強壓過干貝 所以呢 干貝的味道並沒有那麼突顯出來啊 我要說句對引太風不好意思的話 這家上海點心的小籠包 真的有贏過引太風一籠三百元的價值啊 當一咬開的瞬間 湯汁瞬間流入口中 真的是會讓人意猶未盡啊 我覺得不要沾醬比較好 因為它的肉餡調味已經很滿分了啦 其他的佐料反而會蓋過原本這個美味的口感啊 而且這個小籠包的大小也算大顆 比坊間的小籠包稍微大顆一點 但皮薄軟嫩彈Q吃起來特別爽啊 一顆接一顆 重點一定要趁熱吃啊 又到了冷笑味的時間了 有一個阿伯來小籠包的店消費 老闆來弄小籠包 都有講啊 有啊我這裡什麼都有啊 在這裡在這裡 結果阿伯等了三十分鐘小籠包還沒來 氣沖沖的找老闆熊 老闆小籠包 阿伯不是說你這裡都沒有 你還坐在這裡創什麼 這時候阿伯火大了 叫個小籠包等了等一等三十分鐘 開不來 你娘在爭尾還沒點 你還唱小籠包 老闆小籠包 突然一位幫助的年輕師傅突然衝了過來 就開始圍繞了這個阿伯 吐仔子為啥答案啊 出手年輕人突然開口 別動作我聽不懂你的美老闆 吊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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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是一直覺得 將店家提供的食物吃乾淨 不僅代表的是不浪費食物的美德 更是對店家的一種尊敬啊 除非你是真他的真的很難吃 或是你歐北柱 接下來我們要吃許多粉絲推薦的酸辣麵啊 酸辣麵的料多實在 麵條真的很燙 因為都在勾芡湯汁底層 麵條是柴細麵 第一口感覺酸酸辣辣 咀嚼的過程當中會有一股酸甜入口的美妙滋味 習慣喝酸辣湯的人突然把麵放到裡面 除了不熟悉 還有一種失去湯的靈魂感 林老師個人是比較傾向酸辣湯就好啊 除非你很餓或是想要省錢 我個人對於酸辣湯沒有什麼特別講評 但可以很誠實的告訴大家 咬嚼咪酸辣湯不會變得比較特別好喝 林老師是這樣看啊 酸辣湯還是維持酸辣湯的好就好啊 由於太湯所以沒有辦法很正常的速度去享用 用20倍的快速度來欣賞這碗麵到底吧 其實像這種酸酸辣辣的麵 並不是林老師的喜好 但是粉絲特別推薦我也就點了一碗吃給大家看啊 味道是蠻香的 味道也很多喔 特別是豬血還有軟嫩豆腐薄片有多 我真的整碗吃完會很飽很飽 吃吧! 好久不見了 喜歡林老師的粉絲請訂閱按讚啊 哈哈